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解 三国志让宪自明本职令 上节课讲到胡亥杀蒙田的事情 咱们把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胡亥杀蒙田时 蒙田说 从我的先辈一直到他们的子孙 在秦国受到重用 已经有三代人了 现在我统率着三十多万军队 论势力足以背叛了 但我明知必死而信守忠义的原因 就在于不敢辱墨仙人的教会 而忘记了先王 孤每读此二人书 未尝不创然流涕也 孤呢还是曹曹自己 每就是每当读到这两 写这两个人的书的时候 这个创然就是悲伤的样子 流涕 咱们说过不止一次 流涕不是流鼻涕 是流眼泪 这个涕在古汉语里就是眼泪 大家看这个字呢 这个涕字呢 它本身的 按六书来说 咱们很容易看出来 这也是一个形成字 它的声音是这个 声符是右边这个地 它的形符呢 是左边这三点水 所以它应该和水是有关系的 那么应该是眼泪 故祖父已至孤身 皆当亲众之任 这个曹操的祖父呢 叫曹腾 是汉环帝的时候呢 任中长室 而且呢封费庭侯 他的父亲呢 曹松 在汉陵帝的时候呢 任太尉 曹操呢 他任丞相 所以呢 这些呢都是 最高的官职 所以呢 他说皆当亲众之任 可谓见信者已 可以说是 非常的被信任的 以及紫环兄弟 以及 这个乙级啊 和现代汉语里 那个乙级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级呢 还是 有道达的意思 紫环兄弟呢 指的是 曹操的儿子 曹丕 曹丕自紫环 就是后来的这个 这个卫文帝 曹丕 所以这个 这个乙级 就是 一直到 可以说是 所以就可以活以为 在家上 紫环兄弟 过于三世以 就是说 汉代 对曹家的这个恩宠啊 已经超过三代人了 比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 蒙田家 更有过之 无不及啊 蒙田家呢 是三代人啊 嗯 这个曹操家呢 就是 蒙兽 汉 汉汉王朝的这个恩宠啊 已经超过了三代 孤非 图对诸君 说辞 说辞也啊 孤 非啊 就不 图 这个是 这个图呢 还是紧紧的意思啊 我不仅仅是对 你们这些人啊 说这些事情 啊 常以与妻妾啊 我经常呢 对 妻妾也这样说 啊 经常呢 以此啊 来对 妻妾说 接令 深知此意啊 就是让他们 都能够 深刻的了解 这层意思 啊 顾尾之言 我对他们说 啊 顾我万年之后 这个 万年之后 就是 当然说的就是 死 死了之后啊 古说就是说 这死是最不爱说 这死字啊 所以都用很多 其他的字来代替啊 什么崩啊 轰啊 等等 啊 这个万年 也是这意思 啊 待我万年之后 辱曹皆当出嫁 御令传道我心 使他人皆知之 啊 这曹操看来 还是很很很开明啊 就说我死了之后 你们都应该出嫁 就是说他的妻妾 啊 御令传道我心啊 我想让你们啊 令是让你们啊 传道 就是宣传宣扬的意思 啊 宣传我的 这个内心的想法啊 使他人皆知之 啊 让他们都都能知道他 都能知道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故此言皆干戈之药也 我这些话啊 都是干戈之药 这个药呢 在这是药点啊 最重要的意思啊 呃 干戈 干咱们打算是肝脏啊 呃 隔 就是 这个隔呢 通这个横隔膜的那个隔 就是胸腔和腹腔中间的那隔膜 啊 就是 咱们现在也叫学家也叫隔膜 是吧 所以干戈之药呢 就是好像是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肺腑之言了 啊 就是发自 咱们现在说的是发自肺腑啊 但是古时候说是发自干戈啊 啊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发自内心 啊 所以勤勤恳恳 续心腹者啊 又是所以什么什么者啊 就是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那么勤勤恳恳续心腹啊 这个勤勤恳恳是非常诚挚的意思啊 这勤恳在古汉语里边和现代汉语不太一样啊 他不是说在咱们说是工作勤勤恳恳啊 非常这个勤奋努力 但是在这儿勤勤恳恳不是勤奋努力 而是非常极为诚挚啊 续心腹者啊 就说 我之所以这么极为诚恳的来续说我的心里话啊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见周公有金藤之书以自明 恐人不信之故 啊 就是我怕别人不相信 所以我才说了这么多 那么周公有金藤之书以自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就是 经文上书啊 就上书 经文上书那个金藤篇啊 里边记载周五王生病了啊 周公周公蛋 他这个向前王先王祈祷 要求呢 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周五王的生命 就是说希望先王呢让自己死 让周五王继续活下去 啊 他祈祷完了之后呢 就把他这篇导词啊 放在一个金藤里边啊 这金藤呢 是一个柜 柜子的名字啊 就是非常 珍贵的这么一个柜子 啊 周五王呢 后来 后来去世了 他的儿子 成王呢 年幼啊 这周公蛋呢 他辅佐 成王 但是呢 这个也当时就有人造谣啊 说这周公蛋啊 要谋害这个成王 因此呢 这周公呢 就觉得很危险了 所以呢 他就逃到了东都 后来呢 这个成王呢 无意中呢 他就看到 这个金藤这个 这个这个柜子里边 他看见了 这个周公蛋 当时祈祷的时候 他的祈祷词啊 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 他觉得 哎呦 这周公蛋 对我们这个 这个周王是这么这么忠心啊 所以呢 他才明白啊 那些人是在造谣 于是呢 他就把 周公蛋的这个 赶快招回来 啊 所以呢 曹操呢 在这个地方呢 说这个事情啊 就是 他说呢 也是 怕日后呢 会有人说他的坏话 到时候呢 就 他得有这么一个文书 放在这儿 让你知道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样才不会被人 留言 所伤害 这段呢 给大家 翻译一下 每当我读到 写这两个人的书的时候 没有一次 不是悲伤落泪的 从我祖父 一直到我 都承担着 亲信重用的职务 可以说是 非常的 被信任了 再加上 紫环兄弟 汉 汉王朝 对我们的恩宠 超过了三代 我并非只对 朱军 说这些话 平时 我就 常对 妻妾 说起 让他们都 深刻的 明白 这些意思 我对他们说 不过在我死之后 这个顾我 万年超 这个顾在这是 不过的意思 不过在我死之后 你们都应当出嫁 想让你们来 传播我的心意 让其他人 都知道 我这些话 都是发自肺腑的 最重要的话 我之所以 极为诚恳的 述说心里话 是因为 见到周公 留有金腾之书 来表白自己 担心 别人不信任的缘故 所以 他的意思 是 我也要在死前 把这些事情 都说明白 这一段 他列举了 很多古代的 史实 先例 然后呢 来表明自己 对汉王朝的 一片忠心 就是还是 前面呢 是说他自己 没有野心 这一段呢 主要说明呢 就是说他 就是几代 受恩宠 所以他绝对 不会背叛 汉王朝 下面咱们大家看最后一段 兰玉姑 辩而 伟倦 所点 兵重 以还之事 归咎 五平侯国 实不可以 何者 诚恐 几离兵 为人所获也 继位子孙 继 又几败 则国家 轻微 是以 不得目虚名 而出实获 此所 不得为也 前朝恩封三子为侯 故辞不受 今更欲受之 非欲负以为荣 亦以为外源 为万安计 故恩借推之弊 尽封 身须之讨 除赏 未尝不舍书 而叹 有以自行也 奉国威灵 战月征伐 推弱以克强 处小而勤大 亦之所图 动无为事 心之所虑 何相不济 虽荡平天下 不如主命 可谓天助汉事 非人力也 然封奸四县 十户三万 何得堪之 江湖未尽 不可让位 至于意图 可得而辞 尽上还 阳下 这 苦三县户二万 但时五平万户 且以分损 磅亦 少减 孤之则也 然预估 但是 想让我 辩尔 伪捐 所点兵重 以还之势 辩尔就是立刻 伪捐就是放弃 所点兵重 就是所率领的军队 以还直势 这个直势呢 是指朝廷的有关人员 归咎五平侯国 曹操呢 被封在五平侯 五平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归咎呢 就是说回到 回到这个五平县 这五平县到河南 实不可以 实在 不能够这么做 何者 为什么呢 成恐几离兵 为人所获也 这个我实在是 这个城市确实 实在 恐是担心 我实在担心 我离开了军队 就要被别人所害 既为子孙既 又几败 则国家轻微 这种 就是说 不离开军队 既是为 我的子孙 打算 又几败 则国家轻微 又是考虑到 如果 我 失败了 那么这个国家呢 也会 有危险 事已 事已就是因此 不得目虚名 而出实祸 此所不得为也 因此 我不能够 仰目虚名 而遭受 实祸 这个仰目虚名呢 就是说 当时呢 因为 上节课咱们也说了 这个在东汉的时候呢 就有这种 当时就有这种风气 就说 如果 封给你一个 这个 官 你不去做 辞这个官 而回乡种地 这样呢 就可以得到 不图名利 不图这个 高官厚禄的 这个好名声 但是呢 不得目虚名 而出实祸 出实祸呢 这个就指的是 要遭受 实际的灾祸 此所不得为也 这个不得为 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前朝 恩丰 三子 为侯 故 此不受 这个 恩丰 三子 为侯 这个事的呢 是指的是 曹操的三个儿子 曹植 曹巨 曹豹 都被 曹植呢 被封为平原猴 曹巨 封泛阳猴 曹豹 封饶阳猴 这个 他都被封为猴 故词不受 故词 故是在这 坚决的意思 今更欲受之 这个更 在这什么意思 在这是反而 却 现在呢 反而 想接受 非欲 负以为荣 不是想 以此 来增加 荣耀 那是想干什么呢 欲以为外源 为万安纪 就是想让这几个儿子呢 作为我的外源 这样呢 才能够成为万无一失的方法 这段给大家翻译一下 然而想让我立即放弃所掌管的军队 把他们归还给朝廷的 有关官员 而我回到武平侯国 这实在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呢 确实是担心自己离开军队 就要被人伤害的缘故 这既是为我的子孙打算 又是考虑到 如果我败了 国家就会有危险 因此不能仰慕虚名 而遭受实在的灾难 就说呢 他不能够仰慕虚名 就说仰慕那个 就说辞官的虚名 而去遭受真正的灾祸 就说他辞官之后 可能就要有人去杀他了 所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不得已而为之的 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 我坚决推辞 不肯接受 现在却想接受 这并非是想再以此增添荣耀 而是想以他们为外源 成为万无一失的方法 下边呢 他又说古代的例子 孤文借推至必进风 深须至逃除赏 借推呢 是借之推 春秋时候的晋 这个地方的人 曾经随晋文公的流亡国外 十九年 晋文公回国继位之后呢 对他 跟随他流亡的这些大臣呢 都都加以这个非常重的封赏 但是呢 却对这个借之推呢 没有没有赏 借之推呢 他也不表白自己的功劳 而是呢 和他的母亲呢 隐居 隐居到山里边去了 在绵山隐居 所以叫借推之必进风 就是说他回避了 他没有向那个晋文公去讨封赏 深须至逃除赏 深须呢 就是深包须 春秋时候的楚国的贵族 楚昭王十年的时候呢 吴国军队攻破楚国 他到秦国去求救 在秦国的宫廷呢 痛哭了七昼夜 终于感动秦军 发兵 解救了楚国的危机 楚昭王返回国家 赏赐功臣 这个深包须呢 其实他主要呢 就是就是他建立的功劳 当然他自己说呢 我是为君 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是为君王您 所以呢 他不肯鞠躬 而这个也没有领赏 所以说是逃除赏 为常不舍书而叹 这个舍书 就是抛开放下 这个舍书而叹 就是把书放下而叹息 有以自行也 有以自行 就是有所自行的意思 就是说通过这些事情呢 我都自己反省 我自己奉国威灵 仗书征伐 凤 再是仰仗着 仰仗着这个国家的威灵 仗书 书是大斧头 仗书呢 就是可以说手持大斧 征讨 推弱以克强 处小而勤大 这都是以弱克强的意思 以弱克强以小 战胜大 一知所图 动无为事 心知所虑 何相不济 一知所图 就是 意呢 是指这个思想 我想的 我思想里边所图谋的 所算计的 动无为事 这个动 是什么意思 这个动 在这是常常的意思 常常 常常没有 为为事 为事就是违背 不顺利 就常常没有 不顺利的 就常常能够顺利的完成 心知所虑 我心里所想的 何相不济 无论到 到哪儿 不济 这个济是成功 无论到哪儿都能成功 遂荡平天下 不如主命 可谓天诸汉是非人力 遂荡平天下 又是个遂 这遂呢 在这还是最终 最终呢 这个荡平天下 不如主命 就是 这个辱命 辱命的意思 就是没有完成 所嘱托的事情 叫辱命 所以不如主命呢 就是完成了 君主的各种命令 可谓天诸汉是非人力 他说呢 就是说我这个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 掌握不上 这个呢 不是 不是我 我自己的人力 而是老天爷 帮助汉世 在这儿 表示谦虚一下 这两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看到 戒之推 躲避 晋国的风赏 申包须 逃避 楚国的赏赐 总要放下书叹息 而且有所自省 我仰仗着国家的威灵 手持大福 东征西草 以弱胜强 以小胜大 我所想图谋的事 常常能够顺利完成 我心中所思虑的事 在哪里 都能获得成功 我最终 荡平天下 完成君主的各项命令 这可以说 是天助汉世 而不是人力 所能完成的 在这儿 他表示一下谦虚 南风尖四县 十户三万 就说分给他 四个县的领地 的赋税 十户三万 就是三万户的赋税 作为他的收入 何德勘之 勘 在这儿是承受 我有什么德性 功德 能够承受这样的重赏 江湖未尽 不可让位 江湖经常说 古代以后这词 可能是吧 就是天下没有安静 不可让位 我不能够把这个位置 让出去 就是我成相这个位置 我不能让 至于意图 可得而辞 然而对于这个封义 我却可以辞让 今上还 这个上是向上 向上还 还给皇上 阳下 这 苦 三县 户二万 但时日五平万户 且以分损 磅易少减固执罪 就是 我现在呢 还 所以叫曹操让县 自明本之令 让县 就这意思了 我把这几个县 的两万户的 这个 富翼 我都让出去 但时 这个但是仅仅 仅仅时 这个五平的万户的 这个赋税 我仅仅拿这些 赋税 做我的收入 且以分损 磅易 而 姑且呢 用此来 消除一些 诽谤的议论 少减 估值 责业 这个少是 稍稍 减轻 一些 我的责任 最后一段 给大家翻译一下 然而 同时 封给我 四个县 三万户的 十亿 就是用四个县 和三万户的 收入 作为他的 工资 这个月收入 不是年收入 我有什么功德 能配得上 这样的重赏 国家尚未太平 因此 我无法 辞去 官职 至于封易 却可以 辞让 现在我向您 归还 扬下 这 苦 三县的 两万户的 封地的 赋税 仅仅 接受 五平线 的 一万户 的赋税 姑且 以此来 消除 一些 诽谤的 议论 这个分损 就是 略略 消除一些 稍稍 减轻一些 我的 责任 到这 这篇文章 就都讲完了 从最后 两三段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曹操 不但是 军事方面 有卓越的才能 而且他对 历史的掌顾 也非常熟悉 可以说是 这里边 引述了 十几个 就是古代的 各种各样的 事例 来说明 他自己的想法 当然他自己 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 从这篇文章 咱们可以说 这篇文章 就说 无论从文词上讲 还是从他整个 文章的结构 思路来说 都是非常清晰 文词非常优美 而且引述了 大量的典故 所以 可以说是一篇 非常 有说服力的 非常 华丽的 这么一篇 很精彩的 小文章 由此 咱们也可以知道 因为曹操的 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 在历史上 也是公认的 非常卓越 他不单是军事才能 而且是 一个很卓越的文人 从这篇文章 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文采 确实是 非常的出众 那么 这篇文章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这篇文章呢 就给大家看得出了 这篇文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